金牌大間諜 菜鳥醫生在醫院裡面 它是就像一個食物鏈一樣 它是最底層的 食物鏈 孟孟先生 主治醫師說我們要換個床位 繼續幫你治療 他說 主治醫師都不敢跟我這樣講話 我想我真的不是老幾 我剛來 我還真不知道我是老幾 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 主治醫師很愛隨機抽考問 可能跟到一半 他們就會突然就是拿著器械指著 某條肌肉 神經血管就說 學弟你來看一下這個是什麼肌肉 然後就還是答錯 然後他就說好 你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在場的時期是全部回家做報告 然後下週一教這樣 新人初次上戰場不整病人 那我叫我 醫生你會不會看病啊 你開了藥是塞劑耶 那我回去吃了沒有笑 那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他說我是 結果 氣喘聽成痔瘡 我在想一想他是怎麼講 我有雞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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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劑個頭應該不小吧 厲害 厲害 還這樣來到了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 泰鳥醫師相關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五位陪診團 歡迎各位 主持人來到金牌大間諜 要成為一位醫生 並非只要考考試念文醫學院就夠了 而且還要經歷一連串的受訓 還有長時間的實習 才能夠成為一位醫生 那我們今天呢 特別的要請到了一些 專業醫生團 不得了 我們今天的醫生團可以說 大家很清楚 每位都是小有名氣的名醫 而且有的還是當上院長 還有主任的 現在邀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 在成為獨當醫院的醫生之前 那段艱辛的歲月 看看我們的小辣情報員帶來的 第一道健康情報是什麼 請 是的 有沒有看到我對面那 六尊超資深的醫生 他們在晉升為超資深的醫生之前 都經歷過前面這三位菜鳥的階段 當菜鳥真的是能多慘就有多慘 主治醫生不理你 病人不鳥也連護士他都不屑你 菜鳥到底有多辛苦 我們來看第一個情報 想像一下 在在座這些想蕩蕩的醫界名醫 當年剛入行的時候呢 受到怎麼樣的屈辱 先來問一下我們今天的第一位 資深護理師 他聽說護理經驗超過40年 最常看到的菜鳥醫生 受到怎樣的對待 理學書 來 理護理師 其實與其說菜鳥不如說 涉事衛生 他們在看門診的時候呢 因為要了解病人的狀況 總是要病例要看一看 所以要了解一下 所以難免外面的病人家屬等了很久 不時的開著門看 奇怪 一小時看兩個發生嗎 很慢 然後就很不耐煩 焦躁不安 然後呢 出來之後呢 還要問我們說 護理師請問一下 那個醫生到底要看 不會看 我們是醫生跟病人家屬的橋樑 我們當然說你既然掛了他 他要仔細幫你看 說得好 對 這不是隨隨便便的 要先慢慢研究 謹慎 你既然掛了他 你叫新的我們的醫生 然後他開了一些什麼的檢查 我們再跟他解釋 給那個年輕的醫生信心 給他鼓勵 問題是 他一定有掛過別人的醫生 別的醫生去掛號 天啊 五分鐘是一個 十分鐘一個 很少超過十五分鐘的 所以在這邊如果說十五分鐘一個 就會覺得是不是比較久 有沒有 比如讓他外面掛號 如果掛二 三 四 五 十號 你這樣是要看到幾點 有些甚至會說 有些比較老娘說 今天要看會看會全部看完嗎 才知道我們要不要等 對不對 對不對 還說都這麼久的話 那我兩個小時以後再來 我不知道 老鳥病人 老鳥病人 我剛剛就一直往這看 我想怎麼會 你坐在那裡一定是菜鳥 你幾年 你叫起來是 你叫起來是 七年 最愛更菜的 牙醫 五年 小的跟蛋一樣 小的 你看這邊最年輕的 最年輕的是慕容先生18年了 真的 最年輕都18年 最年輕的 你看那五年真的是的確 是這個初生 初生 初生 不只有病人會欺負菜鳥醫師 連高高在上的主治大夫 聽說也會欺負菜鳥醫生 我們的姚醫師 他呢在年輕的時候 常備主治大夫欺負 真的假的 也不能算欺負 就是一種磨練 因為我們在住院醫師 對不起 我先打算一下 我們先難得能夠齊聚一下 不要怕得罪誰 講什麼關係呢 大咖的 大咖的 在住院醫師訓練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手上大概十幾個病人 十幾個病人在不同的病房 那個主治醫師就說 姚醫師 你有空去跟那個三樓 第三床那個病人講一下 說我們要換床位 我說什麼理由 我說你自己去跟他講就好 我就硬著頭皮 潮完房就拿著病例去 欸 某某先生 那個主治醫師說我們要換個床位 繼續幫你治療 我沒想到他的反應很劇烈 他說你是老幾 主治醫師都不敢跟我這樣講話 我想說我真的不是老幾 我想說我是醫師啊 我剛來 有人說我是老妖 我也不知道我是老人 不是 我們是治療員還是治療床 換床幹什麼呢 換床位 因為他有時候規劃這一區 要做什麼樣的病人的集中 或是調度 有集中管理是什麼 對 後來我就想一想 還是跟他勉為前來說 拜託你一下 主治醫師有交代 我們還是換個床位 繼續幫你治療 不行 你找主治醫師來 我不願意換 你怎麼說我都不會換的 我就想說我要不要去找主治醫師 正當我拿著病例低頭上氣 走到護理站的時候 遇到貴人 貴人 就是一個 來了 41年的 沒有那麼直升 但是他覺得我 可能外表絲絲文文的 也不會做什麼壞事 他就說就幫我 他說很有益氣 他說姚醫師什麼事 我說那個第三床的病人 我們副院長主治醫師交代 要讓他轉床 他不肯轉 他說那床本來就很難搞 主治醫師都懶得跟他講話 我來 我就跟在旁邊看他怎麼弄 結果後來他就到了病床說 某某先生 你在我們這邊的床位住院幾天 覺得服務怎麼樣 他說不錯 晚上好睡嗎 睡得不錯 好像有做夢 你為什麼這樣問 他說我們前面兩床的病人 都跟我們講說他晚上會做夢 而且做的是同樣的夢 做什麼夢 他說做到他們被送到手術房 或加護病房去了 其實我們在前面上個月有一個病人 真的是運氣不好 發生重症就轉到加護病房去了 我現在問一下看看 你會不會跟前面兩個病人一樣 都有做夢 有做夢的話也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一種提示 對 老先生一想說 真的有做夢 而且兩個做夢都是手術 或者是要進加護病房 只有睡這張床的才會 對啊 他說那護理長 這個給我暗示什麼 他說護理長你不要走 剛剛姚醫師說我們可以換床 我看我們趕快換一換好了 不要在這邊增加你的困擾 護理長說這樣子 我去問問看有沒有空床 可以幫你換 你要等一下 結果後來 再遇到那個先生的時候說 姚醫師沒問題 我可以換床了 我想說 這個護理長真棒 遇到貴人了 要不然我在那邊走投無路 又不能對主治醫師交代 又算老幾對不對 原來這一招叫做裝神弄鬼 對 現場唯有一個中醫的 吳媽明珠 中醫代表 他的年資有23年了 因為我們中醫跟細醫不大一樣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比較系統性的 那我們呢可不一樣了 我們呢每個老師都有 獨當一面的系統的 這個老師的門派都不一樣 這些越大牌的醫師 旁邊都很多實習醫師 就是你不跟進去怎麼快 所以你就要什麼 要保持有醫師嗎 我就是要跟這個醫師多接觸 所以他就是整理 你也要當成什麼 吃補來做 對不對 可是妳吃個小辣椒 應該沒人敢欺負妳 是啊 對 對不對 脾氣又不好 譬如說 在實習的時候我可是很溫柔的 對病人啊 對老師都很那個的 真實重道的 這很重要的 他們老醫師不太會打電腦 對 老師妳說 妳要開什麼藥 我幫妳打 對不對 老師妳要去哪裡 妳要不要喝水 就是要殷勤 對不對 看診差不多看完了以後呢 妳就好像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會比較聊到一些 比較個人的 老師妳很厲害 妳呢從看診9點看到現在 已經12點半了 妳都不用再去尿 老師妳特別厲害 妳一定有特殊的保養方法 他說咦 妳有觀察到了 他就會教妳 我還問他說 那妳要怎麼樣呢 按摩呢 什麼的 妳就發現 我到80幾歲 又可以呢 腦筋清楚 又可以看著 又可以把脈那麼好 耳出目明 身體硬朗 對 硬朗 頭髮也沒幾根白毛 所以這個很 童顏合法 對 妳就會發現他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妳要學習 那 妳說我會不會被他欺負 我看他沒有被我欺負就很好了 對不對 你不要太大了 這位民眾妳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這裡在錄影 妳笑的節奏跟頻率稍微 沒有 我是音樂 好笑 說到欺負 並不是老師欺負我 是病人欺負我 病人會欺負妳 我就像那個達林這樣子 瘦瘦小小的 然後呢 陳哥很照顧我的 對啊 那時候 病人就覺得妳是什麼 妳是小妹嘛 對不對 小妹 對 妳跟他針灸 把脈 他就 我不知道他是醉窩之一不在酒 還是怎麼樣 手就這樣 我把了喔 他翻過來摸妳的手 蛤 我就不喜歡了 什麼意思 我就我不在嘴 你要把脈嗎 他翻過來 摸他手 摸了手 這樣也是把 這樣是把脈嗎 對 這變成我在 他在把我的脈啊 不對啊 可是他是病人 我沒有辦法發脾氣吧 妳再轉回去嘛 再繼續把它埋啊 妳再按去把它埋啊 他應該這樣再把它翻過來 對 再翻回來就好了 翻過來就好了 我就把那個 我就把那個 我們不是會有一個 把脈的枕頭嗎 抽出來 你說哎呀 這個枕頭有點放 翻向反了 來... 重新再把 對不對 這是一類型的 他就發現 你不會跟他開玩笑 對不對 雖然長得小小的 再來我針灸的時候 這個病人明明我已經針了一陣子 效果也不錯 他來看什麼 那我說要針灸 我如果針要針在那邊的話 你怎麼弄 不用... 度其下三吋 四吋這些 冠冠原青藍的地方 那還是會露出一些對不對 露出一些 露出肚子 不是露出什麼 就是這樣 但是呢 在針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稍微給他什麼 撵針一下 轉一轉什麼 這個病人的手就 滑過我的 這裡 我很怕他 滑過來爬到腰部這裡 對 對不對 我馬上 馬上你就有 你就有防身術了對不對 當然要擋是不是 再來呢 針 換一個大一隻的 你不夠痛吧 不夠痠 不夠脹 用針來修理 沒有修理 就讓他有感覺 行不行 可不可以 有沒有痠脹 有 對不對 但是這是對於那種 我跟他說 我的意思是說 對妳有心懷不軌的 但是我還是達到妳的療效 對不對 不然妳為什麼會對我有其他的想法 以前我的同事 那時候訓練快結束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做實習醫師大會 就是大家 有些人說叫做 就是一起放泡 檢討 有個女醫師就拿麥克風說 泌尿科什麼都好 如果 女生不用幫男生倒尿就更好 因為泌尿科它就是 可能說我開一個醫組說 請妳四個小時去幫這個男生倒尿 那院長在台上說 不行 醫生是沒有性別的 你不要跟我抱怨說你是女醫師 你就不去幫男病人倒尿 這是不行的 醫生是中性的 這句話講得很合理 他說 對啊 可是我倒尿那個病人 我倒到第二天的時候 男病人 女醫師幫男病人倒尿 她就說 妳不會覺得有點小 要不要我把它用大一點 怕 怕不好擋 性騷擾 因為基本上就是 就是男生的陰莖 一根管子要倒尿進去 進入六管 我覺得那個女醫師真的是 好傻 好天真 她沒有說好或不好 但是下一次去的時候說 妳有沒有覺得大一點 剛剛妳進來之前 好煩喔 全場就化然 然後就說 妳知道這個是性騷擾嗎 我們院長真的很生氣 院長就說 好 那個病人還在住院 下一次倒尿的時候 妳不要去倒了 現場八個男醫生去 但是我們在菜鳥醫師裡面的代表 好 沈怡琴 婦產科 這麼漂亮在醫院裡面 應該很多男醫師會主動照顧妳 怎麼會有人欺負妳 因為我們其實實習醫師 就是比較低階層的 就是因為我們在醫院裡面 算是職位最低的 除了介習醫師這裡就是我們 但是我們也要做一些醫院的雜物 因為像我們在醫院上班 每個醫院制度不太一樣 我們都會有手機 我們都一直手機 通常就是我們的員邊 我們那時候在醫院的號碼就是 我們在實習醫師的階段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名字的 就是委員 實習醫師 委員 對 我們 比較不會 因為我們也是幾個月 換一個護理站 其實我們每次去的就是一個 新環境 其實我們去都是 就是像無頭蒼蠅 都不知道怎麼辦 跟誰交接班 所以我們也是有點手忙腳腕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比較礙事一點點 但是有時候就是像我們在醫院 比較沒有低 所以低話進來地久 喂 6664 過來抽雪 我一定是那個報告 我馬上過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 袍的長短 就取決妳知道妳是 真的喔 有喔 我們在廚師的帽子 有高的帽子的話 對 他的姿勢比較順 台灣的大部分是短袍的話 通常就是實習醫師 你到主持醫師 你才可以穿長袍 真的會越來越強嗎 所以其實民眾很多人都知道 我都念一次 所以像這樣子 像徐永康那種33年的 新娘就脫地了對不對 我拉一下 新娘 新娘說降生的那種 可以定做 拉起來會飄起來 跟新娘婚紗一樣 白色巨塔都這樣飄起來的 大披風 大披風喔 霍格華茲學院 他就是大概兩個常常病 陳特寧這一件就是很有氣勢了 對 2 30年以上的 資深的 資深的 這個資深的 各位看出來吧 但是就是我問女生 稍微比較 會比較沒有那麼吃香一點點 像馬上有同學就長得 就非常的俊俏 那時候到護理站的時候 哇 那個不得了了 整個就是轟動 因為我們有時候 小實習的護士 不是 我們實習醫師 那也有實習護士 哇 那個去護理站 像後援會一樣 因為他年紀比較小一點點 他就是看到 還會遞那種小情書這樣子 還會遞紙條 對 可是這次男醫師會比較 就我們 各位帥哥男醫師 但我們女生就比較沒有 女醫師不受歡迎啦 一定 來 妳嫂 我想妳 謝神佑雖然只有五年 但是妳應該沒有這麼多 好的待遇吧 完全沒有 沒有啊 對啊 而且長得很高頭大馬 妳應該會不會欺負我 就是那個我們在實習的時候 就是要 牙科要讓這個口腔外科的時候 特別是 因為我們外科醫師就是 學長 主治醫師們 脾氣都會比較稍微 直接一點 就是有時候我們可能病例 沒有寫得很好 或寫得完整 那可能就是 就是直接 就直接會大罵一頓 直接丟在地上這樣子 所以在寫什麼東西 對啊 你寫什麼 寫成這樣 對啊 然後就是 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 主治醫師很愛 就像譬如說我們跟刀的時候 機會教育 對啊 機會教育 對 可是他們的抽號問題很恐怖 他們就是 可能跟刀 跟到一半 他們就會突然 就是拿著器械指著某條 肌肉 神經 血管 就說 學弟 來看一下這個是 是什麼肌肉這樣 或是什麼構造這樣 我們當然就是 看過書本 可是第一次看這個實體 還是不太知道這個 第一次看活體的看不出來 對啊 就還是答錯 他就說好 你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在場的實習是 就是 下週一教這樣子 我們就是開刀的時間很長 就常常會有這些額外的優惠 就造成 哇 在外科回合的時候 真的是很累 舞陽聽說你本身以前也是醫生 我現在馬西斯的那個 嘉湖病房的 嘉湖病房 你需要物理治療師 沒錯 非常標準喔 唱歌 為什麼嘉湖病房需要物理治療師 因為馬西斯的嘉湖病房 其實他們會分開 就是醫生有自己的工作 我是負責就是所有病人的 你負責病人的呼吸 那你太重要了 對 就是呼吸部 包括他在那個 對 在呼吸部 他在那個嘉湖病房 長期的時間的身體狀況 我記得我那時候 去我第一次的嘉湖病房 我就開個門 就看到一個阿嬤在那邊 她女兒是坐在那裡 我說 可能那個阿嬤的心跳就加速了 我說 因為我夠帥了嘛 阿嬤不用緊張了 阿嬤看了妳心跳加速 對 阿嬤 你知道嗎 我一直說阿嬤妳不用緊張了 我知道我夠帥 可是 我心跳對妳很好 她女兒就跟我說一句話 她其實不是心放老 為什麼她緊張 她說每一次遇到菜鳥 她的媽媽都會特別緊張 害怕 對 看到菜鳥 在巴西我們被欺負一次 會被病人被欺負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遇到 另外一個阿嬤 然後他在那邊有茶館 就是他不能自己呼吸 然後就感覺到他的肺有濃 然後我要準備就是 放手套啊 準備那些動作啊 旁邊的兒子就開始這樣子 就看著我 我說妳不用緊張了啦 他說妳要多久了 我說我是新來的 可是我會不用擔心 然後他就開始流汗妳知道嗎 我在那邊坐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兒子莫名其妙 他好像在我後面的感覺 我鏡子看 妳在幹嘛 我在 遺葬 遺葬分不清 遭變換投訴求翻天 你的遺葬喔 然後他就去跟我投訴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一直說我的遺葬 後來我去查一查 原來人類的遺葬叫做 我就一直以為直接翻譯過去 我就跟他說 妳的遺葬在發揚 我想聽他從那個回心 我在那邊坐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兒子莫名其妙 好像在我後面的感覺 我鏡子看 妳在幹嘛 我在露營 露營 妳在露營 妳為什麼要露營 沒有啦 就是稍微去看一下妳的動作 是不是很OK 去跟別的醫生比較 我說好吧 繼續吧 然後在那邊繼續弄一弄 然後他的弄有一點多 所以那個聲音有一點 他特別緊張 就找那個護士來 然後在我面前說 我覺得這個菜鳥 跟聖誌的菜鳥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我阿伯的那個聲音 不太一樣 如果那個護理所沒有 這個是很讚賞的 對啊 他們會用這種的 對啊 所以在巴秀 我會正常碰到這種的 病人的親戚 對菜鳥是非常的緊張 不信任 我們知道 所有醫生一定要經過這個歷程 可是我都不希望 我的孩子當成實驗品 因為說像我女兒得血癌 那每個禮拜都要打針 打那個血管 打到後來我們要保養血管 你知道 兩邊要換來換去 我就很害怕 拜託醫生 你不要從動作上 讓我看出你的緊張 我已經看得出來 你已經很年輕了 但是你的 會不會因為是因為妳月兒 是因為妳的關係 沒有 因為妳給人家是有壓力的 我長的樣子 其實她視線看不到我 你也沒有 我被護理 月兒姐 妳的氣場跟妳笑的分貝 妳知道是很近的 我那天有記得 不要講話 我就讓孩子默默的 你知道 為什麼醫生動作讓我緊張 有經驗的護理師 打那個血管的時候就是 酒精棉片擦一擦 找到位置 一增下去就哇 成功了 成功 歡呼 可是你看到那個實習的醫生 就拿了一個 那個手電筒 拿來以後就放在下面 由下往上照 靠著那個光線 護理師知道嗎 找血管 也就是說 她用眼睛的目測這樣子找 她的經驗是不夠的 她要靠一個那個探照的燈 從下面往上面照 照了很久又轉了很久 照了很久又轉了很久 一次 失敗 再來換一個針 再換一個地方一次 失敗 再換一個針 我已經看到女兒已經 我立馬趕快 這怎麼辦 我們怎麼會讓這個人過關 對 護理長 對 這個沒有把握 就可以是找協助 後來有啦 你只要有舉手 其他的護理師就會來幫忙 我們這個大小孩還好 因為我們在兒童的癌症病房 那個小小孩一歲 怎麼打 家長全部就一起要壓著 我會覺得 我後來很同情實習醫師 因為那個壓力太大了 家人站在旁邊 全部眼睛盯著妳看 小孩哭得震天響 還要把全部的四肢把它壓住 我就覺得 我都替她捏一把冷汗 我是下一個要抽血的 真的 因為下一個輪到我 前面那個那麼淒利 下一個是我 我每個抽血啊 比如說有三四個那個抽血 我們都會在旁邊看 看哪一個抽得比較厲害 哪一個一找血忙就到 下一個來 比如說那種菜鳥 我們就說 我先上個廁所 我們就走開 我們真的會怕嗎 我曾經就是當過那個實習醫師 就是被一堆家屬圍繞 壓力很大 背後靈齁 對 就某一天晚上 直著那一顆班 就走去 就第二 那個哪一床哪一床要充動脈血 只是真的 一到護理長 護理師先攔住我 說等一下進去 他說 聽到這種話的時候 背後就會涼了一下 實際就說 這什麼事情 還有那時候已經先去過外科 去別的科技 所以我們是第二站才到那裡 就還有一點手感了 他說 內蟲的家屬非常非常的嚴格 就是他們抽血 他們家屬非常的孝順 所以他們現在有四個兒子 你只要美鳳 要抽血的時候 他兒子只要在場 全部都會圍過去 就盯著你這樣 所以他說 你可能就是手感要好一點 所以 妳到這裡吃飯 已經是捏很多把人 就提著我的籃子 就抽血管 已經開始抖了 對 就是他們的 抖氣 好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抽個血 兒子就 好 媽媽就露出她的手臂 我們就開始過去 就想說 穿你了 他說兒子這會稍等一下 沒有 他就站在那邊 過一次 另外一個兒子從廁所出來 媳婦也來了 這三個人就圍著你 我就 因為空間其實沒有 應該是四人病房 所以其實是很擁擠的 我就說不好意思 那個可能我要有一點空間 他們就好 然後就站在旁邊 對 然後就大概差不多這個距離 就這個距離這樣站著 天啊 很近 很近 很有存在感 對 很有存在感 因為你動脈血 你的時候覺得完了 這絕對 群隊不能沒有抽到 等開獎 等開獎 而且已經因為被知會 因為他說 前兩天有曾經有實習醫師 沒有抽到 被家屬 臭罵了一頓 因為他們就是非常孝順 覺得媽媽說被他欺負這樣子 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就摸得很壞 我們就抓一個 比較把握就大洞 就那個除夕部的 我就一消好 你看 我就蹲下去 因為病人躺著 你就蹲在床邊 我就蹲下 突然 不能緊張 不能緊張 因為其實很大的壓力 然後就消好 消好 消好30以後 準備下針 所有的就是 然後我就 有必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會 負壓拉著管子 一下子 雪噴下就 結果一種心中的大指頭 他們就蛤 就三個家屬一起蛤 他就對我去笑了 剛剛從頭到尾都是那種 好像要等飛機落地 對 要一直拍照 出去去搜匯一次 有沒有抽到 我說有 菜鳥呢 菜鳥醫師沒有經驗的 大家都不會讓他們學習 對不對 又不讓他們學習要怎麼成長 雖然有一些失誤 會讓我們提音調等 但是還是要尊重年輕醫師 給他們時間 給他們空間 而且要給他們鼓勵 而且菜鳥醫生其實蠻沒有尊嚴的 我剛剛那還沒講完 那個已經扎了兩 三次沒有成功 會被另外一個護理師給替代 那就是叫那個實習師去旁邊 剛好送便當來了 連護理師都叫那個名 實習生 直接叫名字喔 譬如說 鄭國晨 什麼東西啊 什麼意思啊 去拿便當 我在旁邊覺得可憐 做到一個醫生一樣可憐 醫學院學了六年 七年的這樣子 對不對 專長是 好慘喔 接下來菜鳥醫生還會遇到 什麼樣的情況 小辣 是 菜鳥醫生難免嘛 就算是駕駛一樣 新手上路總是會出一些小錯 但是呢 接下來這個情形呢 是讓現在資深的醫生 在回想自己當菜鳥的時候 也會忍不住噗嚓一下 想說我以前怎麼可以這麼菜 我們來看一下 菜鳥烏龍事件層出不窮 連現在的醫生回想起來 都會很不好意思說呢 世人都會犯錯 何況是菜鳥醫生對不對 他會犯了哪一些 發生什麼樣的烏龍事件 先問一下資深護理師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 在醫院幾乎都是講台語的居多 你參與醫生去的時候 一般常用的台語 你也要會學習到 像在那個病房的時候 曾經又是COP的病人 就是呼吸不好的 要用氧氣 COP的意思是 就是脈性呼吸器 對 那個疾病的 要用氧氣 那個醫生跟他說 氧氣 他說 講成是氧氣 我這樣給你氧氣 我這樣給你氧氣 對 我想給你氧氣 當年我自己覺得我台語還不錯 所以我台語講的時候 就覺得講得很冷靜 結果呢 有一個病人 胰臟發炎 我就去說 你的醫生在發炎 這個東西 死亡率有時候會比較高 我們來比較注意 平常是醫生這個東西 不能說雞臉酒 還是做什麼事情 身體太窩困 他就去跟我投訴說 明明就是我生病 為什麼沒有說是醫生 為什麼 你一直說我的胰臟 事實上後來我去查一查 原來人類的胰臟叫做 我一直跟他說 腰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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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豬的腰臟是 不一樣 同樣是腰臟 如果是人類是指你的胰臟 不是胰臟 對 我就一直以為 直接的翻譯過去 我就跟他說 你的胰臟在發炎 他剛剛關了嘴臟 你大八咧 手術士已犯錯 仙人哀刀苦不堪言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聽聞 他有小禮可以到的功耗 跟整個那個住院醫師 在拉鍋的過程 他的勾拉得不夠好 就是整個視野 並不是看得很完整 武智醫師就用他的手術刀 在那個住院醫師的手臂上 就直接劃上去 金牌大間諜 同樣是優秀 或是人類是指你的胰臟 不是胰臟 對 我就一直以為 直接的翻譯過去 我就跟他說 你的胰臟在發炎 你大八咧 這個話不但要說得好 還要聽得準 我回想起大概30年前 開始看門診的時候 一個風和日曆的早上 風和日曆 對岸來的一位先生伯伯 就坐在我面前說 醫師 醫師 我現在有痔瘡 你給我開點藥 我想說我是醫師 我總要多問兩句吧 我還很認真的問 我說 請問你的痔瘡會不會痛 他說有時候痛 有時候不痛 那會不會出血 沒有 沒有出血 我想那很輕微 就開個腮劑一個禮拜 我說那這個藥 你回去用一個禮拜 下禮拜回診 我們再來看看效果怎麼樣 結果他沒有到一個禮拜 三天後就回來了 給我拍桌子 醫生你會不會看病 你開的藥是腮劑 我回去吃了沒有效 我說 他說藥師跟我講說用腮的 但是我忘記了 我平常都是吃藥 沒有用腮過的 我這個病這麼多年 我都是用吃的 怎麼會用腮的呢 我說還好這個腮劑 吃到胃部是沒有傷害的 他真的吃了 真的吃下去 吃了三天就說沒有效 就跑來拍桌子 我說那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說我是 結果氣喘聽成痔瘡 我再想一想他是怎麼講 雞瘡 雞瘡 我有雞瘡 我有雞瘡 氣喘的氣喘 氣喘 對 那我是 我還問了他痛不痛的出血 他吞的是痔瘡藥 對啊 他氣喘吞 氣喘的痔瘡塞劑 我跟你講 吞下去 當然 痔瘡的塞劑吞下去 當然不能自氣喘 沒有副作用 沒有什麼副作用 病例 病例上面有血 對 口感不好 他是出診給我看 我也沒有仔細的問到說 到底是痔瘡還是氣喘 塞劑個頭應該不小吧 厲害 很厲害 很長 對 對啊 藥師也沒有錯 藥師還教他說你這要塞 他說奇怪了 我要都是用吃的 你叫我用塞的 還好他三天就回來了 趕快更正藥物 跟他問了清楚聽一聽 後來把他的狀況吻下來 後來想 這個說話很重要 聽話更重要 這一趟厲害了 認識了你 月娥姐在醫院裡面有沒有碰到 這種兩光的菜鳥醫生 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在加護病房的話 你會被這種醫生嚇 我媽媽住在加護病房 已經插管 那時候我們要固定時間 才能夠到加護病房去看 因為她有開放時間進去看 結果呢 哭著跑出來 姐 媽媽就去開刀了 為什麼媽媽去開刀 她不是已經插管 她現在已經在加護病房 為什麼去開刀 不知道 醫生說要去開刀了 等一下...你跟我換衣服 換我進去 我進去看 我們兩個人就一起衝進去 一開始說 我媽不見了 她的病床不見了呢 人呢 那個實習醫師很認真是說 那個 因為緊急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開刀了 那沒有告訴你們家屬嗎 他應該有打電話給你 沒有啊 沒有人接到電話 後來我們才知道 我媽真的沒有開刀 但我媽去哪裡了呢 因為這個推出去開刀了 就把我媽媽挪到她的位置上去 所以 所以我把我媽媽挪進去了 空出一個位子來 我在哭我媽媽不見了 我媽媽其實在裡面 那蓮子拉起來了 蓮子拉起來我們前面在哭 所以其實 蓮子拉開就看到妳媽了 對 再加一個蓮子 妳媽媽還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我在這裡 插管有沒有辦法講話 他插管沒有辦法講話 他插管沒有辦法說話 他可能也想舉手說 我哥哥你沒有看到 可是我不知道 那實習醫師確實是講 有這麼一個人推去開刀了 他不是我媽 菜鳥的醫生 我想這個小烏龍還是 這烏龍有時候會嚇死人 對不對 接下來菜鳥醫生還有什麼樣的 突發狀況 是啦 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是菜鳥醫生又愛又恨的地方 就是手術室 因為在手術室呢 可以學到 科本沒有教的實戰經驗 但是在手術室裡面 對菜鳥的人可是危機四伏 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危險咧 手術室 手術室一犯錯 刀子馬上背過來 手術當然不能犯錯 不容許醫師的差錯 沒錯 可是既然是菜鳥 他又想要希望有一點 臨場的經驗 也希望有對不對 這種臨床經驗多難得 這種臨床經驗不學的話 那你基本上以後 怎麼超越自己 沒錯 但是人命關天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的情況下犯了錯 真的 竹子醫師的刀子會飛過來嗎 實習醫師的時候 其實是各科都要去 那時候剛好讓到一個外科 其實那時候也要進去刀 開刀房跟著開刀 就幫忙拉鉤 那時候就有聽聞說 這次的主刀的醫師其實脾氣很暴躁 他一刀劃下去 馬上噴血 可能是劃到血管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的脾氣就開始來了 他一看到噴血 就把他的那個器械 整個就往旁邊一丟 對 然後呢 大家都不敢吭聲 結果 在旁邊跟著的那個護理師 趕快再递上一個新的器械 趕快針對那部位 趕快做一些止血 可是在止血的過程 他嘴巴還是細細黏 我們除了實習醫師 但是還有一些住院醫師 也要跟著一起拉刀 結果拉鉤 結果問題是 那個跟診的那個住院醫師 在拉鉤的過程 不曉得是他的手 有擋到他 擋到那個主治醫師的視野 還是他的鉤拉得不夠好 就是整個視野 並不是看得很完整 所以呢 剛剛那個暴躁的那個主治醫師 就用他的手術刀在那個 住院醫師的手背上 就直接畫下去 因為我們每次上刀 都會戴很多層的手套 所以被畫破一兩層 還好 還有 還不至於他畫到我們的手 結果住院醫師也是摸摸鼻子 趕快下來 趕快再重新戴上手套 繼續下去 那問題整個氣氛就很凝重 那其實這位主治醫師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聽聞 他有 結果就真實的呈現在眼前 那時候跟整個麻醉 麻醉科的護士就 趕快當成一個潤滑劑 趕快講一些好聽的 就是主治醫師喜歡聽的話 然後就是緩和一下氣氛 但整個開刀房 大家都非常的戰戰兢兢 妳就多說兩句就好了 對 妳長得人美心也美的 妳多說兩句就行了 剛才徐醫師也提到 就說主治醫師拿刀 去畫另外一個年輕醫生的手 我想這個行為是非常不可取的 在醫院這種醫生應該不會活太久 一定會被接受到法律的處分 也會離開醫院的 那其實有時候 菜鳥醫生在醫院裡面他是 階級是最低的 就像一個食物鏈一樣 他是最底層的浮游生物 是不是一個細胞 講成浮游生物 他連卵都沒有 卵都比不上 應該是 是細胞而已 所以呢 這些菜鳥要怎麼生存呢 他一個求生技能很重要 因為否則他就淹沒在這個 這個洪流當中沒有了 最重要是態度要很謙卑 其實剛剛講到被刀子割 其實我想要拿一個刀子 其實我們刀子傳遞呢 是有一個學問的問題 太鳥跟刀踩進擊 當場遭轟出手術室 十節第一個月就是去外科 就很興奮吧 這個我知道 踢嘛 一踢 踢得像上一條就是 上一條四條四條四條 因為其實很多公司開在那裡 開進來的時候 就是已經沒有 就是怕感染你的原因 其實不距離 好 不 一頭 這樣就不會下去 這台大間諜 剛剛講到被刀子割 其實我想要拿一個刀子 其實我們刀子傳遞呢 是有一個學問的 譬如說我要拿刀子 不是這樣拿給 不是 絕對不是 是顛倒過來拿 一定是 顛倒過來拿 好 我們再抓 那問題是開刀的醫生呢 他都信任 他認為每一個醫生都知道 那刀子拿過來拿 他手就去抓 他可能看著手術的地方 他手就去拿去抓器械 我自己就被這樣割上過來 所以我一拿就刀片 就直接刮好過程 那沒辦法 你也不能罵那醫生 只能忍住脾氣 看一看 就請他下去嘛 對不對 大概 大概是請他下去還是請他回去 請他下去 在旁邊 也不能叫他離開 不能讓他遞了 不能自己謝謝 其實請他這個工作就請別人來做 不要讓他繼續傷害我 對 那沒有辦法是真的 因為 如果那邊人看到有B型肝炎 或什麼肝炎 那真的是很麻煩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在年輕 住院醫師的時候 有時候年輕氣盛 想說我已經學很多功夫了 有時候不小心可能對上面的一些 一些醫生態度上不是那麼謙卑 我記得有一個急診刀 進來手指斷了 那我們就半夜跟總醫師開刀 把血管接起來 骨頭接起來 結果隔天 看 手指黑掉了 還是沒有長好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那就要寫報告 因為病人手術有異常狀態 還是要寫報告 總也就是說 就是你沒有接好手指 問題根本就不是我接的 是你接的怎麼是我的問題 他說你應該手術完要去看病人 病人如果循環不好 你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幫他再重新再接過 你這意思說你不能被牽托就對了 對啊 那我是認為我是這樣子 可是整個環境不是這樣子 上面說你怎麼樣 我們就是那個浮遊生物 就是那個細胞 它要說你怎麼樣 你就是怎麼樣 結果我就知道寫報告說 因為我照顧當中有手術師 所以這個手術師辦 其實在當學生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的志向是想走外科 所以走外科 那時候第一個月去外科 而且我剛剛好我實習的第一個月 就是去外科 就很興奮嘛 就真的因為我怎麼可以上刀 就覺得很興奮 今天終於有上刀的經驗 就跟同學在那邊刷手刷得 摸全場 刷得很開心 他就像伊隆這樣準備要進開導房 因為經驗的事情都知道 這個我知道 踢嘛 一踢 踢了一下下一秒就是 一個很響亮的 立馬我跟我同學 誰把手術門踢開了 妳不是要進去嗎 對 我跟我同學兩個就嚇到 我們兩個就定住我 我們就打開了 立馬說 我們就趕快就躲到旁邊去 我們就不敢進去 旁邊護理師說 你不可以從側門進來 因為其實開刀鐘的時候 大門是關著 有側門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會開在那個門旁邊 你一開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已經沒有 就會怕是感染你的污染 是污染 污染 污染會污染 所以那時候他就說 一進去 他老師就非常大聲 說 剛才 我試騎一次 他說 英特爾 這樣就不會下去 他說這腳全部走進來 結果我們已經嚇到 我們已經跑到外面去了 我們想說怎麼辦 被老師轟響 我們趕快要離開 結果護理師說 你們兩個實習一次回來 什麼 他說 沒有叫你走 叫你從側門再走進來一次 從那一次以後 永遠都知道 這一輩子都知道 不能從大門進去 我們在跟刀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也是在跟一台 就是也在口腔外科的時候 在跟這個 開這個頭頸部 口腔癌的部分 然後他開 一開都是開很久 可能早上八點進開到房 一開就要開到可能 可能一開都開20個小時以上 這樣子 我們實習醫師的主要工作 就是站在那邊不動 負責拉勾 維持這個姿勢 可能就要維持 這樣子 就是有一次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是在拉勾 拉到可能開了8小時 手術正在進行中 我就會一晃神 可能睡覺開始點頭 手就一滑 就不小心撞到 正在開到的主治醫師這樣子 結果他就 可能劃到旁邊的一些血管 就開始 就是有一些出血狀況 他就要止血動作這樣 他就立刻 很大聲把我轟下去說 你下去 換其他學期上來這樣子 當下就覺得心情很受傷 因為覺得真的很累 犯大錯了 對 可是那是很長的煎熬 漫長的 我們之前老師還算比較好 我們那時候同一梯次有個男生 也是一樣 我們就長時間 有時候開比較長手術的刀 因為可能前一天值班 實習醫師就被操了一個晚上 又很累 就上去拉勾 我們那個同梯次的男生 就這樣拉著 那也是跟教授開刀 所以是教授 跟我們老師站在對面 所以是 你是第三 第二組手 你站在旁邊 但是第二組手 因為已經有兩個了 兩個組到的時候 你就是在旁邊 就是全拉勾而已 他就很累 他就這樣拉... 拉著... 可能已經過了一兩個小時 他就不小心就睡著 靠在教授的肩膀 那個教授的肩膀 他就說當下 主人看著一直 對面一直對著護理師死眼神 死眼神 教授就說 不要再叫我 他可能很累 可能很累 我睡著 然後 立馬之溫就把他轟下去 這個還能夠這樣拖的 他臉有點更有力氣 你看他有多有意志力 他手是 手是能 手不能僵在哪兒再還能睡著 這厲害了吧 教授站上去 這厲害了吧 醫師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值班 36小時都不能休息 那你跟刀 一刀一刀跟著下去 都不能夠停下來的 所以科費是有可能的 值班36小時 中間一兩個小時 躺的機會都沒有 他隨時叫刀你就跟上去 所以我們都搶時間 所以有一些 台湯房留出來的照片什麼 我們坐在地上 其實是真的 我們就是搶時間 就是有地方就坐下來趕快睡覺 靠在座面趕快睡覺 我還有一次在那個廁所裡面睡著 在哪裡 廁所 巴西的那個 因為我的那個 下降 所以我就24個小時 都在那個教護秘方裡面 所以我就說剩個廁所 在那邊是滑手機 先稍微休息一下 在那邊 睡著了 醫生從實習階段到後來 當主刀的主治大夫 他的心臟是有強心臟 面對各種突發狀況 遭遇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打擊 我相信他們都必須要有相當的承受力 請兩位資深的好不好 那個袍子脫地的 實際上的醫師 分別送給我們菜鳥 他有所有廣大醫護人員 一個最中心的見諜 請兩位資深的好不好 那個袍子脫地的 實際上的醫師 分別送給我們菜鳥 所以有所有廣大醫護人員 一個最中心的建議好不好 其實時代一直在變 那醫生這個定義 在社會上也一直在改變 那最重要是 要尊重自己的專業 關心你的病人 那其實菜鳥也很快 慢慢長大也會變成老鳥 那你就可以快樂的成長長大 那個我們軍隊裡面說要長眼嘛 對不對 謹言盛行 然後不卑不亢 遇到事情不要亂 最重要的還是安全第一 不管是病人安全自身的安全 都要放在第一位 經過了這麼多的努力 這麼多的辛苦 為了病人付出 很多很多的時間心力 畢生之所欠 不管病人怎麼樣對待他們 還是秉持他們 將出最開始的出眾 以後我們到了醫院 看到這些年輕的醫生 都不知道男護士 男的男丁格爾好不好 記得都給他們一些加油打氣 給他們多一點的鼓勵 我相信 他們會繼續為台灣的醫療 敬自己的心理的 OK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天 禮拜五的晚上9點到10點 中天中午台 金牌大景點 祝各位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晚安